好 今天朱立倫 柯文哲 坐在同一班飛機 你也是同一班飛機 到花蓮去 送暖 是朱立倫給柯文哲送暖 還是他們一起給傅昆琦 因為傅昆琦媽媽 今天告別式表示敬意 送他一場 記者就問柯文哲 你睡得好不好 柯文哲 我之前睡得很好 睡好不好 都要講很好 他怎麼可能講我之前睡不好 但擔憂呢 他說我是外科醫生 也是說我是抗壓性很高的 另外民眾黨 因為柯文哲請假三個月 理論長請假三個月 應該是要有代理主席 戰哥 不推選代理主席 中平會說我們不會就把老闆換了 老闆還是他 另外說柯文哲請假去 出國考察 我們把他當成出國考察 出國考察就要找一個代理主席嗎 不用 所以有行政事情 就秘書長周玉修處理就好了 不推代理主席 另外到底柯文哲是不是因此 讓基隆的市長的罷免 好像最近大概也很少討論他們 因為每天罷都是柯文哲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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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底是不是罷免就減壓了 國民黨現在轉手為攻 鎖定林佑昌 都是林佑昌 林佑昌 當時你看 你當時的幾個什麼記證 雇員 去收他們的匯款 將近百萬 195萬 而且都被 11個人都被檢察官起訴了 這些人不是你林佑昌用的人嗎 不是在你的時代他們送匯款嗎 那為什麼你不負責 你還出來叫謝國良負責 所以他們現在轉鎖定林佑昌 我們看一下 一抵達傅昌棋母親告別式會場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手與傅昌棋這一握 原本轉頭要找座位 卻被傅昌棋拉著走 和朱主席握手 柯文哲連忙揮揮手 口中還喊著我甘摸 轉頭就要走 朱立倫原本熱情 拉著柯文哲的手 想一同入座 面對這番冷淡態度 他也只能尷尬 大轉過頭 相較對朱立倫的冷淡 一看到總統府副秘書長何志偉 柯文哲顯然很開心 請保持肅靜 不管現場肅目場合 柯文哲和何志偉 有說有笑 兩人甚至還速度大肩 柯文哲看到老友喜相逢 還有這一位 一見到韓國瑜來致意 這臉上表情藏不住喜悅 拍拍韓國瑜的手臂 雙方還握了兩次手 客家本色 總共一百一十三個字 是非善惡充滿人間 奉勸世間客家人 修好心田 傅寬其母親告別式 場面盛大 藍綠白都給足面子 曾偉每天早上五點多起來看資料 大概科員都很難去謀逼 許曾偉 因為他每一份資料都看得很清楚 我認識了副君旗委員 士奉母親非常的孝順 身為智商委員會成員 柯文哲一早就從松山大雞到花蓮 而且搭的還是國民黨包雞 和朱立倫同班飛機兩人機上 零互動 柯主席似乎更關心記者打哪來 藍白包機主席同機卻不同心 你們今天情況怎樣 其實今天大家跟柯文哲互動 我們國民黨跟他互動不多 朱立倫跟柯文哲其實是 都同班飛機而已 他們坐同一排 但是終於有走到 我不知道他們應該也是沒有講話 所以其實那個新聞送暖 應該指的是給傅崑琦送暖 所以我們只是 我們那些立委同仁在討論說 傅崑琦跟柯文哲的關係應該是不錯 因為柯文哲居然在那個場合 會幫忙講話 就總共同學有三個人講話 所以今天那個就是剛好 我覺得剛好應該是跟什麼 大家講的什麼藍白河那些 沒什麼特別關係這樣 可能是傅崑琦個人的因素 蘇惠 今天我早上也有在花蓮 你也去喔 對 但因為我只是遠遠看著這些大頭們 所以不知道他們的互動怎麼樣 但先講基隆的事情 基隆這個西瓜郎最近的罷免的壓力減壓 真的是一個又一個的司法訴訟出來 確實是為這個 謝國良的當時的行政作為 做一個保證 因為一直到現在很多基隆市民 我就問說 你們知不知道到底為什麼要罷免 其實大部分基隆市民是不知道的 因為 謝國良的施政第一個是沒有問題的 基隆既沒天災也沒人禍 你到底也沒貪毒 你到底為什麼要罷免這個市長呢 回過頭來慢慢去爬梳 就是當初的這個東岸停車場的事情 那東岸停車場的事情 結果現在法院 已經四連勝還五連勝都說 這個謝國良是沒有錯的 要不是罷免案 這個不能撤銷的話 我覺得罷免案都應該要撤銷了 所以現在就是 近代10月13號的這個投票 可是其實罷免罷良團體 現在他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什麼訴求了 我常常最近去看那個 罷良團體的臉書 他已經到了很無聊的這個批評了 什麼謝國良用的草皮 是人工草皮 所以怎樣怎樣 你知道那你這個都是事後 在你提起罷免的時候 這些都不是理由 你現在這叫做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所以你罷免一定是仇恨值的動員 謝國良沒有那個仇恨值 也沒有施政的錯誤 再加上最近民進黨 確實比較忙著 把這個關注力在這個 柯主席身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民進黨比較親民進黨的媒體 沒有辦法像當年罷免 這個搞鹽框痕 或者是搞韓國瑜一樣 24小時這樣在零遲他們 這個當然也給謝國良 一個比較大的緩衝的空間 我覺得接下來 大概剩一個多月的時間 謝國良還是就是 以情於市政這個形象 在基隆市 但是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他要讓這一些支持他的人知道 支持的方法是出來投票 不是以為說我不投票 就是不支持罷免 不是 是出來投票 然後投不同意 那個才叫做支持謝國良市長 來一下 確實好像最近大家比較沒有討論到 基隆這個案子 因為大家都還聚焦在這個柯文哲本身 可是我其實剛剛聽到 討論到監察院的部分 我個人的看法當然是 長期而言監察院跟考試院 這兩個院應該是要被檢討 甚至於被廢除 但就是說因為修憲這個概念 是非常堅困的 包括其實我個人認為說 修憲大概最容易通過 就18歲公民權 當時三個政黨都支持 結果還是沒有通過 所以這是不是該被立法院 列為最優先的法案 我非常遲疑 至於說在廢監察院之前 結果你說你不給監察院預算 但是又是明知道法律是什麼 你卻要去犯法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大法官當時在632四縣 就已經提到說監察院 畢竟是這個憲法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關 你沒有辦法就是讓他 就是沒有辦法去運行 所以立法院本身 編列這個監察院的預算 我想這個是憲法法庭 大家已經釋憲過 做出了一個判決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民眾黨很多事情 其實搞不太清楚 最後提到 對不起 我還是要糾正一下 因為提到說民眾黨 都不會貪污等等 但你看過去民眾黨 現在兩位縣市首長 包括高桓就先不用說了 陳富海 過去也是收賄被判刑 包括民眾黨的社會力主任 陳雅玲 曾經當屏東訪聊鄉長的時候 也是一樣有收賄的問題 也是現在在 他當時確實民進黨 然後後來加入柯文哲團隊 所以我的意思 各政黨都會有這問題 民進黨包括在內 我覺得民眾黨沒有必要 好像說民眾黨就是一個 神聖的政黨 不會犯錯 柯文哲是神聖的主席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正常政黨 該有的思維 沒有 我要強調 江宇遠 我是相信柯文哲不會貪污 不代表相信 選個民眾黨底下的人 這個是我要強調的 但是我還是要呼籲一下 不要忘記民進黨的手段 要打謝國良不用再一個月 兩個禮拜 兩禮拜再來就很快 這個也是要去面對的 但是因為剛剛有人一直在討論說 請假的黨主席 是不是應該要來推派一個 代理的主席 其實在我們的黨內 其實我們是一直不讓柯文哲請假 這是我們強調的 我們是不願意的 再來因為他是尊重 中評委的一個調查 他覺得他如果是黨主席的話 他不敢去調查 但是他是在今天 在我們要開中央委會之前 他就馬上退出 我們中央委會的群組 就馬上離開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他現在是請假 不想瞭解裡面黨務太多 不想去干測 我覺得這個也是他的個性 再來就是說 有人在問我們中評委說 如果判罪 你們應該怎麼做 如果是司法的一個操弄的話 而讓他收押的話 當然他還是黨主席 如果真的一審判罪 當然我們黨上說得很清楚 就當然就會失去 他的一個主席的部分 但是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我們今年年底就要改選了 就要改選黨主席了 如果他 我們現在很擔心 他會不會在這幾個月來收押他 沒有辦法去參選黨主席的資格 當然就 這個是我們最擔心的一個問題 對於民眾黨來講 我覺得他們現在每一步的估算 其實都要步步為營 本來柯文哲在被偵訊之前的時候 他是請假三個月 然後要面對政治獻金的問題 要面對他那個講不清楚的 那個商辦的問題 結果因為吳寶請回 好像現在整個的重點 都變成是民進黨 對他的政治追殺 但是民眾黨的核心問題 沒有解決 這是民眾黨要考慮的 其實環泄國良公道的人 不是柯文哲的官司 是獻出原型的林佑昌 因為東岸商場這些官司 已經一路連勝下去 過去這段時間跟著策劃 詞文哲在沙發中的